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原有產品的更新升級 也有新產品的推出 我們馬上來看看 哈囉 我們這邊是 J5 Create 首先 分享一下 大家都會問 J5的5是什麼意思 那5其實是 五大元素 時尚 科技 簡約 功能 這五個元素我們希望我們的 產品結合這些元素 在裡面 稍後我們就 來看看我們現在 一些熱銷跟 新的一些產品的介紹 我現在為你介紹 這個JCA366 是我們最新的一款 USB Display的產品 那這個產品的話呢 包括軟體硬體 ID設計 所有都是我們台灣 我們自己生產製造的 那這一款產品呢 它的特色就是 它透過一個USB 3.0的接口 就可以讓你 延伸出四個畫面來 那而且我們額外 還搭配一個非常實用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讓你的視窗 非常快的可以 伸展成你想要的一些方式 讓你在做一些簡報 或者是說在閱讀一些 圖表啊等等的時候 是非常方便的一個工具喔 哈囉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條 是我們最新的JUC501 V2版本 那這個線呢 我們叫ONE HOLD SWITCH 那這個非常 非常多的消費者喜愛用的一條 傳輸線 那我們加入了什麼樣的新功能呢 除了我們基本的 keyboard mouse 可以去control另外一台電腦 以外呢 我們V2版本 額外做了一個畫面的一個 讀取的一個功能 那只要開啟我們的軟體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本機端 直接看到另外一台的畫面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做一個 操作的動作 而且非常方便的是 你只要 如果你要將檔案傳輸到另外一台電腦的話 只需要將檔案 直接拖拉到這邊 那它就會 立即的傳輸到另外一台電腦上面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這一款 是那個JCD543的一個USB3.1的Docking Station 這個Docking Station呢 它擁有非常多完整的各種介面 那包括一應俱全 那各種介面都可以很方便的來使用 那它特殊的一點是在於說 我們的一個設計 就是它可以 讓你左右邊都可以出線 而且不用的時候呢 也可以將線做一個非常好的收納 那不管你的筆電的USB孔 在左邊或右邊 那你都可以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來做一個使用 我們現在是目前唯一一個可以在Mac的作業系統上面 支援到兩個 兩個Display輸出的一個Docking Station的一個技術 常常遇到有使用者會問我的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USB它會影響到我們無線網路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發生 那其實這個問題呢 其實它的根本原因在於說 其實Wi-Fi就是一種無線的電磁波嘛 那我們在USB這種電信在傳輸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這個電磁波的輻射的干擾 也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EMI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在EMI上面呢 我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嚴格在執行的 包括我們初步的測試跟 我們做的報告的這個條件 都是非常嚴苛的 而且我們在產品量產之後呢 我們也不太會去做Costdown的動作 去降低這個EMI的一個條件 所以呢我們在Wi-Fi的這個影響上面呢 其實我們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的喔 這款JCD540的Docking 其實這個其實是我本人親自設計的喔 那這個Docking呢 它可以讓你的Notebook 直立的做一個收納的動作 不管是直的站還是橫的 都可以符合需求使用 那它就可以讓你的座面 可以更更簡潔乾淨 你可以把它收納在你的座位的牆邊 或者是直立的方式都可以 你的座面就會變得非常的乾淨簡潔 然後只需要一條線 它就可以完成對你的筆電做充電 然後各種的延伸 Keyboard Mouse的轉接 它都可以滿足你各種的需求 那額外的話 它還是可以提供你 如果你還是想要用這個筆電上面的 這個螢幕的話呢 它本身還是可以做一個Stand的功能 像這樣子擺設的話呢 它就可以當作是一個Stand 你可以用你本身的畫面 然後跟延伸的畫面 同時都還是可以使用喔